亲自的说分明 我们现在的员工根本不签到不打卡 我哪有记录 这样就要做法 青少火线霸气向马总统喊话 友达的无薪假风波 前董事长李坤耀11号宣布请辞董事长职位 外传与去年10月曾经中风的身体状况有关 爱不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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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安运动拥抱大自然 甚至在新竹北埔的山谷里盖了一座员工度假村 李坤耀原本打算今年6月在股东会上付出 也有一说是因为女儿李燕荣决议要角逐立委选举 李坤耀决定再低调一点 再仔细地大家关心他身体其实一切都很好 只是他觉得这是个时机点 就是把公司交棒给年轻人 大夫亲上火线说明李燕荣展现大将之风 也替李坤耀的健康亮红灯传言正式灭火 而友达在接棒董事长的彭双浪带领之下 4K面板营收顺利转亏为盈 趁现在李坤耀的请辞之际 面板双虎的整并之说又在起 就人力就技术就整个主导性来说 都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而且面板双虎合并起来的话 就他们目前的产品线的规划 也未必能够完全的互补 那甚至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曾经拒绝与群创合并的机会 现在双方合作给了市场想象空间 不过12号股价依旧受到消息冲击 开低走低 盘中最低跌幅1.3% 以15.1元作收 三许院吴文昌李轩 台北